大嫂,不好了,出大事了,我妈不小心摔倒骨折了,现在起不来了,你赶紧过来把我妈送到医院吧,顺便再带上钱,晚点我妈的命就保不住了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妈都那么严重了,还不赶紧送到医院去,在家躺着等死吗 大嫂,我也想把我妈送去医院啊,但是我和我爸身上没有钱,送过去也没有钱交费啊 她是你可是你婆婆,你要是对她不管不顾,我哥知道了此事,你就等着挨揍吧 小叔子无奈之下就把亲妈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婆婆躺在病床上给儿媳妇打去了电话 也就十来万,你赶紧带着钱过来给我交费 你说什么,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你当我家是你的摇钱术还是提款机啊 你也不想一想,以前你在我家拿走多少东西了,现在你竟然还想让我给你拿十来万 你没钱,你就在哪里挺着吧,我是不会去的,更不会拿钱给你交费 刘小敏,你这个狠心的儿媳妇,你这是见死不救啊,亏我家掏心掏肺的对你好,你却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真是懒得跟你说废话 反正这个钱你必须给我拿过来,如果你敢耽误我的病情,我直接叫我儿子跟你离婚,我看你这个黄脸婆怎么办 我呸,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要总是拿离婚来吓唬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其实我早就想和你儿子离婚了,就你这样的婆婆,才会生出小凡这样的儿子 在没经过我的同意之下,居然偷偷把一百五十万拿给你们,你们还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现在你居然还有脸打电话找我拿钱,真是太不要脸了 你也不看看,你们和小叔子的吃喝拉撒穿金带银,哪一样不是你儿子拿我的钱给你们买的 我也算是看出来了,不管你们花我多少钱,都不会念及我的好 你们一家就是一群白眼狼,我现在也不想跟你们讲这些废话了 你们尽快把那一百五十万还给我,否则的话,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哈哈,这还真是天大的笑话,钱已经都到我的手里了,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 我告诉你,那些钱我已经拿去买车买房了,你让我拿什么还给你 还有,你要搞清楚一点,你已经嫁给我儿子,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你的钱自然就是我的钱,我花自己的钱有毛病吗 凭什么让我给你还钱,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老太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既然如此,那你就在医院里好好躺着吧 我看你没钱交费人家,会让你继续住院吗 刘小米,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媳妇,你还有没有教养了,竟然对长辈不敬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不拿钱我就没有办法拿到钱了 我叫我儿子把你那辆新车给卖了,然后给我交费,你给我看好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敢这样做,我就送你全家进去吃大锅饭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我看你们怎么办,你如果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 小凡得知了母亲的情况后,立马赶到了医院 小凡啊,你那个老婆真不是人,你妈都躺在医院了 我们叫她拿钱来医院交费,可是她死活的就是不肯来 不肯来就算了,她还说不会给钱,这不是明摆着见死不救吗 现在我们手上也没有钱,你妈住院费不能等啊 你赶紧让你老婆送钱过来吧,再这样拖下去,你妈真的就没了 好啊,刘小敏这个歹毒的女人,竟然对我妈见死不救 看我怎么收拾她,但是爸妈,你们怎么会没钱呢 我上次给你们的一百五十万去哪里了 小凡啊,事到如今,妈就跟你说实话吧 那些钱我给你弟弟买房买车了,现在我们手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也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妈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些钱是我偷偷给你们应急的时候用的 你怎么全部拿去给弟弟买房买车呢 小凡啊,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把你老婆的新车拿去卖了 这样妈的手术费就有了,现在妈的手术才是最要紧的 妈你还真是会出错主意 那车可是我老婆谈生意的时候用的,如果把她的车卖了,那不是跟要她的命一样吗,这个行不通的 儿子,你是不是傻,到底是你妈生命重要,还是你老婆的车重要,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啊 更何况那辆车还是落乎在你的名下,你自己看着办吧 爸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当然是我妈的命重要啊,只要能救我妈,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好啊,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妈,妈真的没有白疼你 那好吧,你抓紧时间去处理吧,尽快把钱挖回来,我还等你救命吗 大哥,你真是我的好大哥,你就是我崇拜的大哥,如果嫂子因为这是跟你离婚了,我一定给你介绍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小凡听着自己亲人一句我一句的劝告,脑子一热就同意把车给卖了 第二天等小敏需要用车的时候给老公打来了电话 老公,你在哪里呢,你现在赶紧把车给我开回来,我现在要去见客户呢 老婆,我妈需要用钱做手术,你又不肯拿钱,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把车卖了,然后给我妈交了手术费 张小凡,你就是个混蛋,你怎么可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车卖了 还有咱们辛苦十几年才存的那一百五十万,你也是偷偷拿给他们了,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老婆,卖车那是因为要救我妈,那一百五十万那是给我弟弟买婚房和婚车了 老婆,你先不要生气,我向你保证以后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 张小凡,我告诉你吧,咱们再也没有以后了,我们离婚吧,像你这样的男人我不要了 既然你心里只有你家人,那我也不必给你留情面了,明天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 老婆,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虽然现在钱没了,但是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可以赚回来的 如果我们离婚了,那我们可就真的回不去了,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们的孩子考虑啊 如果他在单亲家庭长大,这样对他一点都不公平的,我求求你不要和我离婚好吗 向你保证,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张小凡,你给我闭嘴吧,你不要再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孩子的事不用你管,你就给我等着净身出户吧 老婆,你也太狠了吧,你既然让我净身出户,那我以后的生活怎么过,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和我离婚好吗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小凡不想再听小凡说废话,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小凡就赶紧来找母亲商量对策 妈不好了,你快救救我吧,小凡要和我离婚,你说我该怎么办啊,要是离了婚我可就一无所有了 儿子,你就放心吧,有妈在帮你撑腰呢,小凡是不敢跟你离婚的,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于是,婆婆立即就给小凡打去了电话 儿媳妇,刚才小凡跟我说,你要和她离婚,是真的吗?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离婚,你至于吗? 我儿子这么好,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小凡这样体贴你的好男人,你要是离了婚再去哪里找这么好的老公去 我呸,你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她算什么好男人,她在你们的调教下都快把我给掏空了 我如果再不跟她离婚,恐怕连我的房子都保不住了,我告诉你吧,现在我不但要和她离婚,我还要让她把给你们的钱全部给我还回来 你这个臭女人,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居然敢这样和我说话,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那些钱都是我们家的,我凭什么要还给你,我还告诉你,你想离婚就离婚,房子和商铺必须要封我儿子一半 你就得乖乖听我的,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呸,你想的还真美,你做什么白日梦呢,房子和商铺都是我的财产,你们一分钱都别想得到 我还要告诉你一声,你们很快就没有房子住了,你们就等着去流落街头吧 刘小敏,你这个臭女人真是太歹毒了,反正我不管,离婚是你先提出来的,那么财产就必须给我们分一半,不然的话,我坚决不同意你们离婚 老婆,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千万不要和我离婚啊,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们好好过日子可以吗 够了,你给我闭嘴吧,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恶心,你这个是非不分的妈宝男,我是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你们一家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由于婆家人胡搅蛮缠,不同意离婚,最终小敏只能起诉离婚,最后小凡还是净身出户了 而小叔子的房子也被胎卖了,胎卖所得钱财都归小米所有 从此以后,小凡一家沦落街头,小凡更是毁得肠子都清了,大家满意这个结局吗